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全身那麼多的部位之中 我對它最差可以說是虐待程度的 就是我的頭髮了 在過去三年我票頭應該有二十次之多了 因為有時候染髮不是只票一次 可以票三次才上色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highlighter 之後每個星期最少夾頭髮四次左右 所以我的頭髮應該是垂死的狀態 作為一個好主人當然是一口砂糖一口屎 在虐待她的同時我都很好地對她 令到她不會膚毀的 很多朋友票完頭髮之後會很黃 然後頭髮看上去會很粗糙很辛苦 一支支的 這些完全在我身上是沒有發生過的 所以都有一些護髮心得和大家分享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先說清潔即是洗頭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我是很喜歡用加丹尼爾這款洗頭水 它是毛直 然後說過很多次是清涼感 吹頭的時候都是涼浸浸 我是非常喜歡的 但是有觀眾朋友留言告訴我 原來她每天用後頭髮會有頭皮的問題 而且太乾爽了 所以大家都記住不要每天用 我想一個星期用兩三次就差不多了 如果不用它又想保持頭皮清爽的話 我就會用另外也是說過很多次的 這些Poche的髮槽 很多朋友都被我燒過的 為什麼會這麼喜歡她呢 她幫助我頭髮這個問題 不會很難用的 洗完頭髮做完護髮素 所有的東西 最後就擠在頭皮上 然後搓一搓是有少少微微的泡 然後再沖水就可以了 還有用完它之後 頭頂這裡的頭髮是比較有光澤一點的 我覺得清潔除了是洗頭頭髮之外 頭皮的清潔原來都很重要的 因為我最近去了草本堂健髮那裡 做一個深層的頭皮清潔 前後分別都很大 亦都做了一些新髮療程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問我有沒有試過 感受是怎樣的 那我就不如去試一下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體驗 最近我去了兩次 其中一次我就做了一個黃牌頭皮救星 是做到PH離子平衡酸鹼值的 過程就會去深層清潔我們的頭皮 然後塗精華 還有頭皮是可以敷面膜的 你會明顯感受到頭皮沒有那麼多油的分泌 之後是清爽了很多 還有草本堂會幫你做一個頭皮分析 你會看到做treatment前和後的分別都很大 原來自己的頭皮的角質層 油脂都很旺盛 還有少少骯髒 另外第二次我就專門去做那個深髮療程 有兩種的 第一就是黃金射頻療程 這個我就真的覺得有感覺 不是那種很舒服 嘟一下嘟一下就已經深髮的感覺 對 認真誠實地說是會痛的 然後第二種就是適合我這些怕痛人士 它的名字就叫做無創Dermajet活發水光槍 就是完全不痛的 這個 是一些氣壓槍這樣 嘟嘟嘟 為什麼要這樣扮一些聲音呢 我是有影導出來的 這個水光槍主打 就是無注射無創傷無痛 真的舒服很多 它的技術就是用音速高壓 直接注入真皮層的3mm 從筋底防脫髮 激活頭髮再生 如果你是很關心脫髮 或者頭髮稀疏的問題 亦都可以兩個一起做 放心 你做完黃金再做水光槍是很舒服的 這個我真的試過 不過效果 因為我做了一次 就不會馬上生頭髮出來 我主要是幫大家試一下感覺 做下去的時候 究竟是很痛還是完全無痛 希望可以告訴大家 我可能會再試幾次 希望這裡可以密一點 沒那麼疏 說完清潔這個部分 其實洗頭水還有一支 想跟大家介紹 是不是源源不絕 它擠出來是黑色的 我擠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是密黑好像眼線那種黑色 它也是一個星期大約用兩次 左右就夠了 因為它也有少少顏色的成份在裡面 所以如果是漂染了灰色 灰色 灰色 粉紅色 紫色都用得到的 是挺好用的 還有保護色效果 我都覺得真的不錯的一個洗頭水 說完洗頭就到護髮了 看到這一堆的產品 就知道 其實我也很重視護髮這件事 Sabon的髮膜我都介紹過很多次 我現在家裡還有幾瓶新的 Sabon的髮膜好像是有兩隻的 以我所知應該是味道不同 裡面髮膜是一模一樣的 有哪隻味我就會買哪隻 因為經常都斷貨 你會看到以髮膜來說 它是很cream 是不是很容易推 無論是敷或是洗完水後 你都會覺得沒有負擔感 不過是滋潤了 但是我身邊有朋友用過 頭髮是完全沒有受損的 是很正常的一把瘦髮 它就不太大感受 所以應該都是這些爛草 才會感覺到它的利害之處 Sabon的髮膜 無論是質地或是用在頭髮的感受 我都覺得像用Lotion 但是如果你說用Lotion也不夠滋 我想去到用Cream的話 我最近用這款髮膜也是非常不錯 它是稠身一點 而且厚身一點的 比起Sabon 沒有剛才這樣一推開 就吸收了的感覺 如果你的頭髮不是很受損 或者比較容易出油的話 就未必適合用 因為它真的比較厚身 但是如果同樣是垂死掙扎的狀態 它真的很好用 一樣不會說頭有一層在外面 很油膩 你沖完水之後 其實就會感覺到那種滑 但輕身的 剛才那兩款髮膜也是比較貴的 所以我也不會每天用的 都是一個星期 大約用兩至三次左右 其他日子當然是用便宜的東西 混淡一下它 我一樣都很推介印尼牌子 不過你又不可以期待 它可以做到很深層的那種滋養 它也是比較停留於表面 總之就是滑了 滋潤了的感覺 它就做得到 然後另外一枝的髮膜 是我最近新開的 如果有什麼約會 是約了男朋友 或者朋友一起出來吃飯的話 我就會用它 因為它的味道是白色香 它的香味和濃郁程度 是可以接近香水的吸素 當然洗完頭洗完之後 它也不會太濃郁的 它是淡淡有那種白色香的味道 在頭髮飄過的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很棒 所以這個是約會必備的 但是它的滋潤度 也不會像剛才第一、二款那麼高 然後最近我都試Pantene這個膠囊粒粒 我很喜歡它的保鮮包裝 放在長洲用是非常方便 這個再用一會再跟大家分享 自從開始了漂髮療程之後 我就覺得護髮素很雞辣 用完之後無感 滋潤度不夠 不可以停留在頭髮那裡 所以漸漸地我用髮膜去代替護髮素 或者家裡剩下的護髮素 都會混合髮膜 用完它 但是最近就是因為去草本堂做頭皮療程 我就試了他們的護髮素 在他們公司裡他們會洗頭 之後用完 問他為什麼頭髮可以這麼滑 就是這一枝 給大家看一下 我不知道他們是獨家發售 還是其他地方都可以買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護髮素 大家平常都是霜霜的顏色 或者是比較奶油狀 它不是的 它是透明膠狀 但是它是護髮素 如果不是在他們那裡試完覺得很驚喜 在街上看到這枝東西擠出來 是這樣的質地 這樣的顏色 我一定沒有興趣去試 哇透明的 以貌取護髮素來的 它一定不夠滋潤 但是呢 很神奇它用完之後 頭髮很滑 我沒有試過用一個護髮素 是這麼滑的 來到最後長話短說 在我做一些吹頭 或者要夾頭髮有熱力的時候 我一定會用髮尾油去保護頭髮 才讓它受熱的 主要是用兩支 不能給這個價錢 一個是印尼牌子 大約是六七十元左右 有五十顆 每次我會用一顆 或者是Cisley這一款 就是七百多元 價錢有差異 效果也真的有 印尼牌子這一款 你會看到裡面是膠囊 我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它是有滋潤度 也不會非常黏 非常厚的 在濕發的時候 你塗了 然後吹頭 半乾的時候 你再塗一次 再吹頭 頭髮是可以滑一點 滋潤一點 但當有對比有傷害的時候 我覺得Cisley這一款 是好用 未夠十倍 但五倍都差不多有 這支的Hair Oil 雖然七百多元 但也有100ml 所以除開Mil數 又未到天價這麼貴 它的貴是值得的 因為我本身 一直在用印尼牌子的時候 都覺得很好用 不錯 直到遇上它 我會知道原來 那些髮尾油 是可以吸收在頭髮裡面 還有乾髮用 都完全不會油膩的 我現在擠兩噴 試試給大家看 平時髮尾油 一噴一噴紙 但這個 就算塗了兩噴之後 你會看到 是不是 立刻有光澤感 之餘 完全不會一梳梳 還是很輕身 然後頭髮是油順了超多 所以它是一個 我會捨得再買的頭髮產品 今天真的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我自己的頭皮護理產品 希望大家都有所得著 我不是一個 那些瀑布型 但以我一個垂死狀態來說 可以保持到這個髮質 我自己都很滿意 接下來11月 我都預告給大家知道 我會剪掉它 應該會剪到這麼短 我不知道 我覺得現在的長度 有點累積 所以我就會忍心 應該先聽著 如果你今天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逢星期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Bye Bye